那接下来我们想有请我们的指导老师 上台跟我们的学生念了一几句 一楼 让我们掌声欢迎李佛林 早点 掌声欢迎大家 那个 维扬这部片子在剧本的阶段 我就他有跟我仔细讨论过 企图性是非常大的 但是我就怕在制作的时候 因为整个的预算的规模 整个的我们技术的层面没有那么的优 但今天看起来还OK 就是一开始惊悚恐怖 然后亲情有一点爱情 最后是绑架 还有一点喜剧那种感觉 整个感觉我觉得是 他拍完以后整个初剪版本看过 看过那天 对伟扬讲话是比较凶了一点 这不好意思 没关系应该的 然后在整个读本阶段 是整个读了一次本 然后有一次在台北 我们推广部 他们来演员 我还记得我特别参加的 就是你电影一定要有一个程序来做 你照这个程序走 应该就有一定的成绩 那最后到底观众 能不能接受是看 看这个命啊 有的时候想都没想到 红衣小女孩会卖钱 我也没想到 但是他就是 大家喜欢看 这个片子看到最后还有一点点 蛮有一点味道的 我觉得也可以发展成一个长的剧情片 希望大家毕业以后能够 再接再厉把它发展 看看大家有没有可能再来挑战 好不好 谢谢各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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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